都离过婚 都是上段婚姻的受害者 本来以为在一起可以相互依靠 可是没想到我们相处时间不长 就发生了这么多矛盾 她对于上段感情的处理方式 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心里很在意 但她从来没为我着想过 还总是嫌我没事找事 她的性格没我想象的那么阳光 而且生活中我们存在的差异 她从来不会迁就我 所以我看不到我们可以相伴 后半生的希望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王先生45岁来自河北电工 卢女士45岁来自河北快递分检员 欢迎两位 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是吧 因为都净身出户 所以觉得同命相连 于是在相亲的时候 就看上了彼此 想抱团取暖 是吧 对 现在已经在一起一年半的时间了 大半年多了 才大半年多 对 然后就出现了问题 是吧 所以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感觉我看错人了 因为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 然后就是说认识了 然后彼此一聊吧 就是都离过婚 然后都是净身出户 我们都属于被欺凌的一方 可以说是 所以这个我感觉同命相连 能有共同语言 这不才半年吗 怎么就觉得错看了呢 结果过了半年以后 我感觉现在我更惨了 我是被他欺负了 怎么了 我怎么会欺负你呢 其实主持人是这么回事啊 离婚已经七八年了 还没事的 还跟那个他那个 前妻孩子他们 在一块吃饭聚餐的 你说我能信脸好受吗 其实这个事吧 不是他说那样 因为我离已经七八年了 一直都是跟前妻 像朋友一样相处 但是今年呢 赶上我这个孩子高三 我前妻吧 他是上班三班倒 他就给我配把钥匙说 你这个有时间的时候 我不在 你就可以给孩子做个饭啊 让他回家吃口暖饭 虽然李一兰 孩子没错是吧 我其实跟前妻没啥 就是给孩子做饭这个事 他就感觉不行 老跟我胡搅蛮缠 确实跟前妻一刀两断了啊 对 肯定是一刀两断 不一刀两断 我也不可能说 再跟他这个谈恋爱 跟他见面人 那也不是人干的事啊 所以但是这件事 您觉得有问题是吧 非常有问题 不是他这么说的 你知道吧 给孩子做饭嘛 都是过来人 都有孩子是吧 肯定不说我不能把他做饭 你要说给做饭去 你告诉我一事总可以吧 我不是以前跟你告诉过吗 然后偶尔忘告诉你一下 这也没啥 我感觉你应该理解一下 这个 而且 你忘告诉我 而且我去做饭吧 不是说 我定点定时 规定哪天都一定 是他倒门 我也不知道哪天 然后他可能有临时 给我打个电话 说你来吧 那我去了 我有可能就是忘告诉你 那你为啥会忘啊 这是 你那边来电话了 你马上到那个都搜过去了 这不说了忘了吗 你想过我干说吗你 如果我忘了 我肯定会告诉他呀 是吧 告诉你 行你会觉得他管你管多了 是吧 这就算其中之一吧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就是吧 这个孩子他老 对我们一直都特别好 然后我离婚以后吧 逢年过节呢 我这个还像往常一样 就是看看老人 其实我买东西看吧 我也不是 不给他老妈买 我是买两份礼物 我买都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知道以后 他就说 你跟我谈一下 现在我是主角吧 你应该把这个东西 比给你这个孩子 姥姥买得多一点啊 地位我要显得高一点啊 主事 这有啥争的这个东西啊 那不是说那个礼物 礼物多少的问题 你知道吧 这个礼物其实无所谓 都是他姥姥 总想脱合他跟他前妻 那你说他们总见面 就来就去的 在纠会去 我担心你知道吧 所以我必须让他们接触 主事这个事是这样 得听我说 他老这么说 他好像把我说的这个 有点渣 其实我是跟前妻 没有任何的瓜哥 为啥他瓜哥这些事呢 因为我们都离 但是呢 他背着外债出来 然后他跟前夫吧 他像仇人一样 就是老死不想往来 然后呢 他想让我呢 也跟前妻那种感觉 就是 不能跟他们家人 任何人有这个往来 就是一刀两断 其实他就是 活在他那个离婚的 那种阴影里边 主任 所以这种状态 我感觉 他都是特别会想象着吧 我要是他活在阴影里 我能跟你出对象吗 孩子和孩子姥姥的问题 听懂了 还有别的事吗 现在这不 我们处大半年 我们在一起吗 在一起吧 他总感觉 因为我本身都给生活费 然后这孩子有时候 打个车了 有啥事啊 他会跟我要钱 然后呢 我也给 他为了说 让我们这小家过得更好一点 他就是让我把这个财务 交给他来管理 然后呢 我要钱跟他要 他要收你的财权了 对 收我的财务权 我要你钱 我又不花 对吧 我只是避免你 总给你 前妻他们呢 他总是三骨头的 把钱给他们 你说 你们俩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没结婚 我们是奔着结婚去的 那也不能收人的钱呢 这个收钱吧 我也不是特别反对 为啥呢 因为他当时背着外债 离婚出来的 搞得像是吧 他本来他是 不愿意的了 他说呀 我背着外债 我也不想连累你 然后我说呀 我可以跟你分担一边 咱可以共同还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 还吧 他就嫌我还的钱少 我没有说把钱管过来 然后我还外债 我不是那样你知道吧 现在我们处对象了 对吧 你把心应该收我这块来 中心放在我这块是对的 你关心孩子可以 但是你太频繁了 对吧 那我肯定往别说想 毕竟有一次 那个是被抛弃的经历 等于在经济上面 女生现在想管理男生 是这意思吗 对 他管理这个事吧 我不是特别反对 最可惜的是这个事 他都认为我是冤大头 说你当时钱也都给人家了 现在房价也涨了 是吧 咱这个租房的生活条 这这么差 他鼓得我 让我呢 跟我前妻要一半房产 其实他的目的 我感觉就是 非得挤罪着我 跟前妻用这个事闹烦了 这事我也不能干的 我一个大老爷们 都这么多年来 我能干这事 这也不人干的事 你还希望他 把过去的财产要一半 重新分配财产是吗 怎么这么说 都是像他说那个 不让他们跟他 过于频繁地接触 懂了 把钱往外套 懂了 钱上面反正也合不来 以前的关系处理上 也觉得不合适 你们俩在一起怎么样 抛开那些东西 我们俩现在在一起生活 就简直 我感觉生活不了了 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作 都是导盘不固定 他加班也 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吧 能加两个小时 不加一个小时 就是比较吃苦这个 我也挺认可 但是你这个晚上 十一点回来 不管是十二点回来 他买一些这个卤串啊 这都是所谓的 街边的小摊的一些东西 在那大吃大喝 然后呢 我的 我这个人吧 就是看我这身材 你看比较注重养生 比较讲究 然后我不吃吧 我还闻着这个味挺难受 我吃吧 我还吃没有那些东西 你知道吧主持人都侥幸 这个我不让你吃也是为你好啊 你说这啥身材了 跟我一般高吧 这身材差不多 你这属于人生公鸡 你知道吧 都是身材咋的 这我其实不也是为了他好吗 就是说你吃外了身体 我将来结婚 我搞得像是奔着跟你结婚来的吧 如果你吃外了 我不还是负担吗 这有啥不对呀 吃没吃 他吃了 你吃没吃 我没吃 你希望他现在不吃宵夜呗 养生是这意思吧 还有就是啊 他想吃 他特不想吃 颤着呢你知道吧 但是他那个是特不控制 倒是可以 我想吃我也不能吃 因为我比较特律 主要是我们两个都倒搬 然后吧 有时候就是说 难得这个一块晚上 在一块吃饭 然后呢 我俩喝点小酒 我在那是开心的喝 他自己在那 借酒消除那种感觉 杯杯一喝 喝多了 我一扶他 哎呀赏我呀 打我呀 然后说你这个 啊你这个牵刀寡的 你这个不是东西呢 我都提到 我之后我问你道歉了吗 对吧 但是我也不记得了 这个我也能忍受 一个大男人吧 你打我两下你打不成 我也能承受 后来几次以后吧 一聊天 真正的原因 我才受不了 这啥原因呢 他说 我跟他前夫长得特别像 其实吧 我跟他前夫长得 一点都不像 我看见过像边上 你说我身材也不像 个头也不像 我们眼鼻子眼都不像 唯一的像点就是 我的这个头型 我这一毛没有 这个头型 他把我害的 我替他老公背黑锅 这黑锅我背的 有点冤呢 那我之后不跟你道歉了吗 还想啥呢 对吧 跟你买黑折磨褥 让你吃 让你长头发 对吧 那省发业 我也给你买 让你磨 对吧 咱们对吧 长头发的时候 现在了 你别说了 你都是神经病了 为啥 想改变别人的人 其实都是神经病 想改变自己的人 其实才是神的 我认为 他神经病那边 他为了嘛 为了就是说 你们小心点啊 你们一会儿 别人当成神经病了 就是为了那种 让我这个 我像他前任老公 应该说是 他想让我 留头发 然后呢 给我买什么 黑折磨糊 补肾 这个养发 又给我买什么 这个洗发水 然后你知道哪 听了什么片方 哪儿剪我头皮 那火烧火燎 就完了 那老板受了 我这多委屈 那我这不为你身体 好吗 对吧 你说不长头发 你肯定有问题 让体验检查 这不为你好吗 哪有问题 听多了 精神上也挺摧残的 还有别的事吗 这个生活习惯 也不一样 你看我这个 学学营养 讲究讲究养生 我吃一样早餐 我这挺对他好的 也给他弄 他不吃 然后我吃 然后还有就是吧 这个运动习惯 我那喜欢这个 晚饭后 没事了 肩步走走 舒缓一下 这个精神的紧张 他总让我问他 那个肩步走去 我上班都 我这一天都得走 上万步 我回家 我还跟他 那个肩步走去 我是脑子有问题啊 我 所以这个生活习惯 这个赏量也无果 行 还有别的吗 我们这不 在一起住吗 他也没跟我赏量 把他老妈突然间给接着了 本来租的房子都窄 然后吧 这老人你也知道 他过日子 他跟咱的观念不一样 他特别那种会过 说白了是抠 大热天回家了 开会空调吧 他是嫌费店 现在你们住的房子 是谁的房子呀 租的 租的房子 谁租的呀 核租的 对 核租 一起花钱吗 核租那你得听听 人家的意见呀 对吧 对 我是当时是没有 那时候 也跟他那个服软了吧 也不是 行 行 行 我就想问问 来的目的是什么 过不下去了是吧 对 分手啊 他想改变我 哎呀 分手吧 还有点可惜 这不来这了吗 哦 那就说你想当神 你要改变自己 你让我们几个老师 当神经病呗 因为你是想让他们 来改造他吗 可以互相改变一下 适合对方 但是他根本 一点也不改变 那你不是也 我想改变 我随他一半也不行 你不是也想改变我吗 让我跟你是在 大把大把地 吃这个保健品 应该怎么办呢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确实两个人 因为同病相连 所以一见如故 所以抱团取暖 对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双方其实相互之间 也不了解 更不理解 你看 他把自己的前妻 似通家人 你把自己的前夫 恨自如故 我问一下大姐 你以后 孩子是跟前夫的吧 对 几岁了 八岁了 你去看孩子吗 经常 想去看 什么叫想去看 不让看 是你不想去呢 还是人家真的 真的不愿意让你去 也是不敢看 怕看了之后 不割舍的 这都是理由 但这种理由很苍白 这一点你做得好 当然 我们离异以后 跟自己的前妻 并不一定要成为仇人 但是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 我们相互尊重 有一点 他做得好 他管自己的孩子 给孩子去做饭 这是父爱 这是亲情 你做得很好 谢谢老师 但是 你明明知道 他内心的苦 你还手无足蹈的 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你有没有考虑过 他的痛苦 他很显然 他还没有从离婚的阴影当中走出来 这是他最大的痛 你居然同病相连抱团取暖了 为什么不帮帮他 不温暖他一下呢 大姐 慢慢来 不急 重新走出来 任何时候都不迟 然后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爱 我想那时候的爱才是幸福的 好吗 谢谢 谢谢包红兄 你看看 几句话 痛哭流涕 在心坎里 这叫真理解了 那个假装说同病相连 是一点都不理解 不知道你之前的婚姻 发生了什么状况 但是 能想象也是想念孩子的 只是还是没有找到 合适的方法去面对孩子 面对过去的婚姻 是 我想跟你说的是 就像于老师说的 你还活在过去婚姻的阴影中 没有从那段痛苦中走出来 我支持你再去寻找一份幸福的感情 但是如果自己没有调整好状态 又遇上一个 我不能说它不靠谱啊 遇上一个不能够完全单单 也说实话 人家也没有责任和义务 去帮你疗愈过去的痛苦 你碰上这样的情况就只能是我这边还不顺 那边又是痛苦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女士 好好去梳理一下生活 无论是工作和孩子的关系 还是我们对未来关系应该怎么去面对 你要梳理清楚了 郑老师 你这意思是我不靠谱啊 我能对我的儿子前妻那么好 我以后绝对会对她好 我只不过是想让她稍稍地做些改变 我刚才那句话说你不靠谱了 我还替你开脱 我说你没有责任和义务 去帮助她解决过去的痛苦和阴影 这个也有义务 因为想我们的场上去问你 你有啥义务呀大哥 你在场上说了 这不 这我帮她也对 但是郑老师没说你不靠谱 你听清楚 她说有的不靠谱 好 不靠谱这我改 谢谢啊 哎呀 跟你过日子 我的天呀 就被你的碎碎念就逼疯了 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沉默得尽 现在我要疯 要疯你走啊 你不就是觉得有一个女人 和你在一起抱团取暖吗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能分担你的寂寞 你不就是想这样 自己万一生哥病 有人给你倒口水 自己有个什么事 家里有个人等着你 你以为你有多爱她呀 你以为你付出了多少吗 我没听出来 你连给孩子做饭 都不跟她知会一声 让她在那担心 你明知道她心里有创伤 你都不愿意体贴她 去交代一句 我不是没有说 我告诉她 但是偶尔就是忘了 你有多体贴她 你有多爱她 你心里清楚 不要在那儿 振振有词 一直指责别人 既然我们是想抱团取暖 那至少我们要少说多做 多去体会她的痛苦 能帮咱帮 不能帮 咱也把自己的事情说好 不要在那儿 唠唠叨叨 一直埋怨 这样只能让别人说 你这个男人没担当啊 我也不建议你们在一起 彼此都没有互相滋养 都是伤害和不如意 何苦呢 即便是再婚 我们要找一个 能让自己愉快 也能给对方带来快乐的人 谢谢 大哥 你们俩不是同病相伦 你们俩并没有面临 同样的问题 你其实现在活得很开心 离异对于你来说是一种解脱 对她来说是一种伤害 你无法理解她的苦 你居然把九后她这种失态 你当成一种笑话来给我们调侃 她得多苦啊 你根本就没有通过她的痛 你也不愿意去理解她的苦 谈什么同病相连 你只想说解脱了 我终于解脱了上一段婚姻的束缚了 我要自由 我要开心 我要健身 我要养生 这是你 你一点什么都不缺 她是缺 大姐 不能因为我们受过了苦 所以我们见不得别人好 你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 你有孩子去探望 你有前妻去照顾 你居然还跟前妻的母亲搞挺好 你嫉妒啊 你缺少这种氛围啊 你一定不能有这种心态 人要善良 争取自己应该去争取的 放掉不应该坚持的 你就会获得幸福 就这样 谢谢老师 我还是得问你是为什么离婚 因为我之前投资 投资都买嘛 然后赔钱了 我猜也是 不想让自己的前夫和孩子 赔上这一些债 是 都是不想让他们受牵连 所以你也不愿意去探望孩子什么的 宁可让别人觉得你跟他们已经断绝了关系 是这样 你为了保护他们 所以自己出来了 你也知道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净身出户的 所以对于他来讲 前夫是他心里这个伤 这个伤是来自于 在遇到大难临头的时候 你选择跟我真的分开了 而不是跟我一起扛 我为了保护孩子们 我为了保护你 我选择我自己过得苦一点 但我没有想到你真的就把我扫地出门了 所以他一提到前夫他就难过 他知道自己是犯错了 但他原本期待的是 我的丈夫能跟我一起背 而不是说你走吧 你自己去解决这个事 你在这个时候说了这一句 让他感动并且信以为真 这就是他期待的爱情的话 那就是你的债我们一起扛 我们一起慢慢还吧 他期待这话是从他前夫嘴里说出来的 因为那是他完整的生活 他的生活的拼图就因为缺了那一脚 整个的都碎掉了 他爱的也不是你 爱的就是那一个光着头 说出那一句话的人 他期待那个人是他不是你 你们两个人什么都不合适 我们都说在一起的人啊 得吃得到一个锅里 你们吃不到 下了班能玩得到一起去 你们玩不到 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合拍的 唯独就是过去的这一点经历 但是对于大哥来讲 我觉得你可能也是动了一些感情 动了一些心 但你更多动的是什么 是我是个好人 你特别陶醉这种角色里头 我是个好人 所以我把所有的财产留给前妻 我是个好人 所以我离婚这么多年 我都还去给儿子做饭 我是个好人 所以逢年过节 我还去看前丈母娘 我是个好人 我未来的妻子的妈我也会管 我未来妻子的债我也会扛 你再把自己造成神 就像你说的改变自己的是神 你希望自己完美 你希望自己面面俱到 人人都顾到 但是你的能力只有那么一点 就像你只有这么一口面粉 你非要给他摊一个极其大的饼 会怎样大哥 这个饼会破 这就是他的失望来自哪里 你会使自己怎么样努力 到最后发现成了一个恶人 你也委屈啊 这个委屈就像你说的 老师们你们不能这样说 仿佛我成了一个渣男 你不是 你真的是只想做一个好人 你也可能是在弥补当年前妻 并没有把你看成的那一个样子 你们两个人都带着过去的伤害 走到了现在 你们并不适合组成一个家庭 因为你们真的聊不来 吃不到一块 大家都在冷静地想想吧 其实话已经非常清楚 女士一定要先自愈 从那个英里走出来 再开始下一段 看起来阳光快乐的你 也没有那么阳光 你也得学会扔掉一些东西 你们的感情确实不合适 当提到这个女人的时候 你完全是不屑和看不起 这我也没完全是不屑吧 她这个加班想多赚点钱 这一个她的优点 这我也提到了吧 我们在这儿其实有一个误区 为什么她愿意去听 她在接受一个全项信息 对我有利的和对我没利的 我都在听 你不是 你只做一件事 我是好人 对我有用的我接受 对我没用的我一定要反驳 可是在生活里 你去反驳它有什么意义呢 你争的胜负争的是什么呢 您自己想 不是两个受伤的人抱在一起 就一定会取暖 你们冷静吧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如果想这个继续走一个吧 就得互相彼此改变吧 然后你这个伤疤的 尽量能修复就修复是吧 我多改变点 你也改变点 咱们能走一些都走一些 我又知道 我确实没从上一次的这个情感中走出来 确实还有爽痛在心里边 但是我只知道你是个好人 你应该那个是得到更好的 好 谢谢 谢谢两妹请回请回 谢谢你 来 请关门 来看看 这对中年恋人 是如何做选择的 请开门 请开门 你不是跟他说 希望他找一个更好的人吗 这其实就是现在你的问题所在 你如果真想这样 你跟他说的一定不是这段话 说你找一个 而是说 我愿意为你去改变 我们可不可以再试一试 女人一般都口是心非 那你就接受您现在的苦难吧 谢谢您 请回 他都不是第一次吃口是心非的亏了 他跟他前夫离婚的时候 也是我来扛 我们离婚 没有想到前夫真的就这么让他扛了 所以一个人想在生活当中做一个英雄 你就要承担英雄该承担的后果 如果你不能承担那个后果的话 你就直面真实的那个